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夫妻还贷的话呢 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求补偿已经还的那个房贷的本息啊 并且要求评分 第二种呢 就是出资父母和小两口的名字都写在了这个房产证上 那这个房子的产权就属于家庭共有 四个人都有份 小夫妻如果离婚的话是不能分这个房子了 只能另起诉讼 要求分割财产 第三种就是父母出了首付 写了出资父母和自己孩子的名字 这种情况呢 房屋属于出资父母和孩子共有的 孩子所属的份额属于婚前财产 离婚也不分 还贷的还是可以要求补偿 第四种呢 就是一方父母出资 写了小夫妻的名字 这里面其实又分了两种情况呢 第一种就是写了夫妻双方的名字 毫无疑问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的时候可以分 第二种呢 是写了小夫妻中一个人的名字 就以婆婆出首付为例啊 这有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写儿媳妇的名字 这就是开头说的准新娘的情况 如果婚前对房屋赠予进行了公证 算婚前财产 离婚不分 给前夫一点还贷补偿就成 如果没有公证 离婚时前夫主张 父母是为两个人结婚买的房 就算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会支持并分割房产 如果婆婆出首付写的是自己儿子的名字 那这房子就是儿子的婚前财产 离婚是不分的 婚后一起还贷的妻子可以要求房贷补偿 那我们刚刚说的情况比较多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对号入座